方式主要分成这四个 我们主要是讲这四个 第五个因为太复杂 所以就这边没有提到 那第一个的话怎么来做 首先的话大概这些属性跟方法 大概注意一下就可以 那放的方式 因为我们就宣告一个就是 主要是这个set layout的地方 把它改成boulder 让这个版面把它变成boulder 那boulder里面的话 我们就用boulder layout 这地方建立一个boulder 那里面的话给它参数 这个参数的话呢 我里面就是分别给它2跟5 这个2跟5的话就是里面的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有一个参数 boulder的部分呢 如果我们要给应该是它的什么呢 水平间距跟垂直间距 水平的话呢就是 水平就上下 左右的间距 那垂直就上下的间距 那这个间距给它之后的话呢 再去做加入这个按钮的部分 那这边我们用 add new button 总共里面文字就是 东西南北中 这几个 那分别把它加入在哪个位置 做一个属性的设定就可以了 加进去之后呢 把它visible设成true 秀出来结果就像这样子 这个是有关于这个boulder的 再来的话呢 cardel cardel我刚刚有讲就是说 一层一层 有点像涂层的方式 然后呢每一个物件都会填满整个视窗 所以有一点涂层的概念 每一个都会挡住 所以最后你看到呢 实际上只有最上层的那一个 最上层的那一个 这里假设说我今天建立一个什么呢 也是new layer 那里面的话几层 几层这个地方的话呢 layer后面的话 加入的这个参数 我们这边有提到是在 这边也是间距 也就是水平间距跟垂直间距 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加入之后的话 假设我今天加入三个按钮 那三个按钮的话呢 也是同样给它名称 button 1 2 3 那秀的时候呢 最后这边注意 你要秀的时候呢 要秀哪一个 因为它是涂层 你就可以说我今天要切哪一个 在上面哪一个 就后面的都被盖住 就会按不到这个按钮 那这个用的时机 有点像是你如果很多个按钮 是不一样的功能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利用程式去做切换 让使用者可以按到哪一个 哪一些不能按到 这个有点像layer 另外还有这样flow layout的部分呢 也是一样这个地方 水平间距 那看你要是left 就是对齐 靠左 至中 或者靠右 这个对齐方式 那预设值是五个单位 五个单位 那其他的话大概知道就可以 那我们这边有个范例一样 就是说假如我今天呢 放一个 center 我自冲 然后呢水平五 垂直十的单位 对齐方式 那这个地方layer把它改成 这个float 那分别加入这三个test field 它就会自动帮我们用流水 并且自中的方式排列 那这样我们就不需要 自己还要去算它的那个 这个位置应该要到哪里 自动就把它们放在这 那最后是一个green 那类似的方式 就是放在格子里面 那这里的话需要几个rows 几个column 就是column 就是你几篮几列 rows是列 然后column是这个行 也就是横向是列 纵向是行 那你要去做排列的方式 你就直接在这个地方下个参数就可以 下参数 另外如果说你还要加后面 还有两个参数就是 它的什么呢水平 跟垂直的间距你也可以给它 格子的间距 那这边的话 最后秀出了一样的方式 就是说假如说我今天呢 在这边加入五行 三列五行 列嘛横向的 纵向的是五个 那当然你间距你也可以下 也就是说后面你还可以逗点 再下它的间距 那并且在这个地方加入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加入15个 这个button 那15个button 当然你也可以一个一个慢慢加啦 不过一个一个加太浪费时间了 你可以用什么呢 用回圈的方式 用一个for回圈 然后从1到15 累加之后呢 自动就加入15个按钮 并且呢把它加入到里面去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什么呢 完成这个Grid的这个设定 那主要排版呢 一般常用的就是四种方式 板面配置 那这四个的话 我想你们再试试看好了 哈